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代的小孩子好忙碌 平常不是在学校就是在补习班 不然就是安静班学习 一到的假日我想不是打电脑 就是看电视 其实长时间下来 不仅是影响了学习还有健康 而且还会导致人际关系的疏离 但是在花莲就有一位足球教练张秀明 他看到小朋友的需要 所以就带着大家一起来踢足球 没有想到一颗黑白分明简简单单的足球 却产生了复杂的变化 他不但改变了小孩子的行为 也点燃了一整个社区的热情 他究竟怎么办到的 我们一起来看看 前面三个狼 灰狼足球队 原本只是几个小朋友 在花莲美轮冥想里踢球的社区活动 没想到三年后 却成为一个超过六十人 凝结社区情感的一支足球队 这支不计较输赢 重视亲子情感的快乐队伍 全都是来自总教练张秀明 对足球的热爱 与对乡里的关怀 上去快点上去 再来还有 快点快点 走了 走来 一起 来快点 上门啊 把你上来 马铃加油 水啊水啊 马铃很棒 马铃注意啊 再加油加油 再加油 位于花莲市区的美轮 应位居拥抱花莲港的重要位置 从日治时期到台湾光复后 一直都是军方与政府重要的驻地 因此形成不少眷村 只是蔚蓝天空下白云仓狗 地方产业不发达 留不住年轻人 还有高居不下的离婚率 使得单亲与各代教养家庭比例相当高 张秀明教练 均值生涯二十一年 三等士官长退役后 回到故乡花莲 过去的隐居四村 全都集中在冥想里的新大楼 但是新的环境却少了人情 更发现体力旺盛的社区小孩 缺乏照顾 一直热爱足球的张秀明 还曾经代表台湾 带队到波兰比赛获得冠军 决定用他的专长足球 来关怀社区 因此在2010年成立了足球俱乐部 我们的成员其实就是一些眷村子弟 本身就喜欢玩足球 只会玩足球 所以就自己在玩 小朋友一个两个三个都来了 我们眷村的小朋友 大部分都是阿公阿嬷在带 爺爺奶奶 爸妈都在外地工作 所以变成说爺爺奶奶啊 追也追不到 妈也骂不着 对 所以我是敢帮他们抓来练球 两边同时抹发带球 出一个动作 这有白痴 上去好了 怎么着 是不是再推我两步 我推我两步 有问题 有问题 正当张秀明的理想起飞时 庄厉薰姑妻带着两个儿子 世邦与世成 来到冥想理工园 看他们踢球 两个爸爸的相遇 想让孩子快乐踢球的理念 一排即合 扩大了灰狼足球俱乐部的规模 一开始社区只有几个小朋友而已 但是很单纯的就是张教练很热心 我们看到那么热心 我们家长不好意思啊 然后慢慢越来越多的小朋友加入 但是其实加入的小朋友 并不见得是当初教练想要的 这样子的对象 可能是比较单亲的或可待教练 但是其实跟教练沟通之后 发现教练其实只是想要 让孩子要有快乐的 踢足球的这个童年经验 至少在这段时间他不会变坏 所以我们都欢迎很多很多的小朋友 就这样加入了 庄先生跟庄太太带着两个小孩来 大的那个时候是二年级 小的那个时候是小班就来 他们不是一来就加入 看了一个月把老大丢进来 足球这个运动原本就是 会用球来撞人或是身体接触 有一次不小心砸在他的脸上 流个鼻血我吓得要死 快快跟他爸爸道歉 他爸爸说没有关系 我知道足球就是会这样 所以当他这句话出来的时候 我的心真的安了很多 因为我们慢慢的成行 接着打全国赛 我是不收费的俱乐部 以后出去的竞赛的费用 我就跟爸爸商量 庄立新我们现在的理事长 义不容辞一口就答应了 用于帮忙 那我更感谢的就是妈妈 对 也义不容辞这样下来帮我 让我感到心里很温暖 那当然这个中间 还有很多的家长也都很支持 比如我们要筹筹什么 都主动的来帮忙 这一幕在我心里面 我永远对他们 只有说声谢谢 以及感谢 内色勾回来 再来 好 有没有 小辈的内色勾回来 一个工作而已 开始 张秀明教练 利用周末假日 在名校理公园 免费的指导练球 慢慢的 人数越来越多 小公园用地 已经不够使用 几经奔走 获得东华大学校长的同意 每周六下午 提供美轮校区场地使用 庄立勋也才发现 有这么多的小孩需要陪伴 本来我们都是兼着做 就好像礼拜六礼拜天 比较多时间在这个社区里面 但是慢慢看到 其实孩子越来越多 可能也激发我们的责任团吧 就开始要想办法 让更多孩子被照顾 就我们不能 我们时间也有限嘛 所以我们就跟教练商量 教练当初跟家长讲的都是 你只要把小孩子放到这边来 你们就可以走了 但是我 我跟教练讲不行啊 你这样子好像我们是安清班 我们要要求或说 希望教家长们是把孩子带来 看着他们练二三十分钟 你可以回去 再来在结束之前的三十分钟 你过来看看你儿子 在这边或你儿子在这边 踢球的表现 再把他带走 那开始可能家长 就有一点参与感了 就会想要了解我们这个 俱乐部到底在干什么 球场上 张秀明是个铁嗓门的教练 扯开喉咙 就是不留情面的开马 继续啦 继续啦 真的派给你们啦 都撞在一起耶 新老板 好好过去啊 还敢笑 还敢笑 又一笑 下了球场后 他就像个爸爸 关心孩子的心情 纠正着他们言行举止 生活规矩 哈哈哈哈 怎样 已经被人弄了 住在同个社区里的唐永成 唐永杰两兄弟 来自单亲家庭 妈妈在台北工作 两个调皮 精力旺盛的小男生 只有在妈妈面前 才会收敛 但细胞里的 那个关不住的导弹基因 三不五时 则会跳出来作弄人 刚开始加入足球队时 他们其实是 让其他家长头痛的人物 就像是绵羊遇到小野狼一样 让大家都害怕 但是 现在两个人 已经是让大家 放心又窝心的学长型人物 踢球棋只要有人受伤 唐永成一定担任救护员的角色 照顾年纪较小的弟弟妹们们 张秀明教练铁的纪律 让他们生活有了规范 甚至家里还贴了禁令 自定规章 在他们在这种 就是从一路这样学来 就是很多变化 那也多少会听话一点 懂事一点 很多时候就六日 他就帮我顾 那他们从三十三年级 自己开始顾到这么大 对 所以我还蛮放心 对 像我姐姐 我也是让他顾 就反正无聊 假日没有干嘛 大家去踢球 两个调皮的小孩 遇上钢铁脾气般的教练 又怕又近 更有一份说不出口的爱 不能踢土球 不要再踢土球好不好 不要 把你对对 不行这样子 你不是讨厌我 没有啊 那只是表面说说 那你要讲老实话啊 但是 我的内心最好说 但是我的嘴巴不想这么说 你心里想那样想 想要踢出去 然后教练又很好 就对了是不是 你最表示 那是嘴巴说 但是嘴巴就想讲 他们两个真的也改变太大了 对我来看是 他们从普通变到很棒 如果说 今天他没有在这个球队里面 这几年来 他国一这个阶段 可能在学校就是一个 没有人看得到 或没有被重视一个孩子 但是在球队他找到自信 那我想这个孩子 未来要变快的可能性 也有限了 因为他有这么多的家长 或这么多的 可能比他大的年纪 还有教练在 后来这股以足球 带领孩子快乐学习的方式 因为磁场相近而合并 在花莲市区 吴博宴的小小足球队 几个学校的教练和热心家长 几年来周六晚上 在美轮田径场共同练球 原本只是陪伴的家长 也开始利用周末晚间 和孩子们聚集在美轮田径场 亲子一起踢球 绰号花子的邱诗宁 过去从来不运动 被这股热情吸引后 现在从不缺席 我也跟小朋友说 其实我会说我的故事 我可能我以前是真的不爱动 可是我后来发现 其实你们有动 可以融入团体 可能在对你的科业上抗压性 也会比较好 过去社区的孩子 假日不是泡在网咖 就是窝在家里打电动 但是现在周末三点一到 一定会相约一起骑单车 去球场报到 他们也许学业成绩不太理想 也许父母都在忙 但是他们在球队里 找到了一群像手足般的朋友 在生活中相互照顾陪伴 甚至愿意接受磨练 这是我唯一的要求 我讲我教练都不收费 我会带他们去比赛 报名费我都愿意出 都没有关系 但是比赛的时候 希望父母亲要到场 为什么 因为小孩踢球 不是踢给教练看 而是要踢给父母亲看 当父母亲来的球员 他会表现得特别好 教养如风 如影随行 英国诗人克里斯提娜 罗赛蒂这么说过 当树叶颤动 树低下头时 你才会知道风正吹过 在热心家长的支持下 灰狼足球队的成员 现在已经超过60个人 他们从8岁到12岁的小朋友都有 即使人数不断的增加 张秀明还是坚持初衷 不收费 他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希望父亲或是母亲 一定要有人到场陪伴加油 卢赵凯 小学艺名级新生 是一个内心纯真热情 但个性却很冲突的孩子 因为害羞 经常以愤怒或暴冲的行为来表现 但是只要赵凯一上场 立即展现自信与光彩 内心的热情随着足球的滚动 摇身一变成为小小汉匠 杏泽是赵凯的哥哥 小学三年级 个头却比弟弟小了一号 妈妈郑益成是国小老师 她在杏泽一岁七个月时 就发现她有轻微可纳症自闭的特征 是因为她一岁多我就发现 就是叫她的反应 不太会有反应 然后她很喜欢看旋转的东西 电风扇啊 锅子拿来 就一直转一直转 如果没有叫她 就大概两个小时吧 可以看两个小时 妈妈勇敢接受了这个事实 很快地带着信泽 接受早聊课程 两个孩子 一个害羞内向 一个自闭固执 她用尽的心思 想让孩子开朗好动 好在遇到了灰狼足球队 赵凯打开新门 在足球场上学会合作 加入团体 家长有空 应该是把孩子带出来 那有可能就是去 去外面活动 去欣赏风景 那如果不是去玩 我们去骑脚踏车 去放风筝 或者是说去参加一个团队 那去运动 有一个运动的团队 让她去参加 发现她的经历 而不是坐在 电视机前面 或是电脑前面 去发现她的经历 那她在一个团队当中 她运动 运动可以发现她的经历 那她在一个团体当中 又可以从团体当中 学习到很多的东西 那因为团体 才有办法 让她知道一些规范 然后她也知道说 我怎么跟人家相处 好球 比赛让孩子们断令勇气 也使得他们在场上 学习面对挫折 快乐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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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好 继续休息 等一下 这次比赛的怎么样 他们八岁的会不会 输了 输了会不会难过 还好 这么勇敢 真的吗 对 因为我们下一场 就把她们打回来 好 加油了 本来只是想带儿子 来踢足球的 庄太太刘忠祺 也成为足球队的总干事 负责接送 张罗便当 分走经费 成为社区孩子口中的 爸爸跟妈妈 走了吗 走了哦 拜拜 现在几乎很长的时间 都是花在球场上 花在他们的身上 但是我觉得 我们的小孩 其实一直在看着我们 怎么样在教导这些孩子 其实他 我的小孩其实同时也在学习 他每次要来踢足球 他就很兴奋 然后所有足球相关的事情 他都可以自己处理 他可以自己擦鞋子 他可以自己刷袜子 他可以自己刷衣服 他们踢了那么久以来 他从来没有一次说 他不想踢了 其实我觉得同时 这也是训练小孩子的恒心 跟家长共同就变成非常重要 所以可能 我们没有什么 不是理念啊 不是这些东西 就是我们希望小孩子 在这边踢球 只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教练讲 他很快乐 很开心就好 球技怎么样 这是其次 要练好球技去很多学校的校队 但是在我们这边就是踢的开心 就是踢的开心 就是踢的开心 来 我们给自己拍拍手 开始 教练以你们为荣 很棒 我希望你们拿出你们的斗志 继续 可是你们都做到了 所以教练很高兴 教练以你们为荣 好不好 教练给你们拍拍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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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个最终要少一点 每周日下午三点 六十名灰狼小将 齐聚以堂 我在教法 跟学校教法 是绝对截然不同的 因为我们这边 只有六日可以练球 其他事 他们还要回归教育 所以他们踢球的时候 会很向往 很期待这个礼拜的礼拜天 所以我的教法 也要大幅度的改变 而是让他们在快乐之中 吸收到足球 甚至于可以踢得好足球 以前我带球 学校校队的时候 输了一定凋练 可是我看到我们的球员 是笑着跟我讲 教练我要去报仇 我是觉得很开心 为什么 因为他们突破了这一层 而感到快乐 规矩在踢球中 一点一滴的交 什么时候 该有什么样的规范 孩子慢慢地学 好主啊 渣ster 渣 judío 渣导 加油啊 渣 kang 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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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啊 是想爬左边不要跟在后面 我们以前只能自己玩 就是跟在这个操场上一样 可是问题是 我带过球队我知道 这样子的进步是有限的 就出去多对抗 不管输不管赢 他的经历 他的经验会慢慢的累积 张秀明曾经带领 北浦国小代表台湾到波兰 参加福斯杯足球赛 并赢得冠军 而龟郎虽然才成军三年 也不是天天练球 但为了提升小孩 他还是领军参加在台北 举办的福斯杯青少年足球赛 今年福斯杯比赛 灰狼小将们对抗 来自全台的强劲对手 他们的个头比对手挨小许多 但还是勇往直前 加油 加油 来 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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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守门员装饰帮 在出发前 就先写下日记 预测会以8比0输给对手 没想到最后是以7比0结束赛程 散散还倒赚了分 当迭队赛后还在进行检讨时 灰狼小将已经开始享用便当了 有一颗健康快乐的心 就算输也适赢 愿意接受磨练 勇敢接受挑战 他们在失败中成长 也在胜利中肯定自我 他们追求的不是胜利 而是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的团队精神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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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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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